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丽莎去年走路还亮亮腔腔的 现在已经跑得特别溜了 甚至整天爬上爬下了 特别爱折腾 还喜欢躺地板 喜欢玩水 我们只能时刻盯着她 尽管我们已经很注意了 但是也难免有想不到的地方 之前丽莎发烧 我们都慌得不行 特别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哭得我心都就纠成一块了 而且每次去医院要各种排队 我们急得不行 没想到小小的病要花那么多钱 虽然有少儿医保 但是像住院挂水什么的 很多费用都不给保销 还得花不少钱 而且每次排队挂号都很费时间 只能干着急 小孩子抵抗力和大人没法抵 以后难免要再跑医院 为了应对这种紧急情况的发生 我们又给丽莎买了一份商业医疗鞋 买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功课 问了很多身边的宝发宝妈 他们都建议我们买支付宝的 好医保少儿长期医疗理免赔 主要是她覆盖的范围超级广 比如孩子们容易得的流感 手足口病肺炎这些常见问题 无论是门急诊 还是一般疾病住院手术 都能报销80%呢 而且小孩子顽皮摔伤 或者被猫抓狗咬等意外 也都是可以保障到的 实用性很强 感觉买这一个就够了 更厉害的是 她对白血病癌症这些 28种孩子容易得的大病 是100%比例报销的哦 此外像是这28种重疾 咱们需要去北上广的大医院看病 还能帮助安排 专家门诊和住院 还有专人帮忙排队 咱们就安心照顾啊 还对挂号的问题了 这可比钱还宝贵 甚至还可以报销 公立二级以上医院 特训部VIP部的住院费用 省心的是 阿里赔门槛低到几乎为零 是零免赔额 一元起赔 像丽莎两岁 一个月67块 就能有400万的保障 而且还能一直续保到19岁 还能抵扣个税呢 性价比简直啦 你们在支付宝搜索 好医保少儿 长期医疗 就可以看到她啦 一定要根据自家宝宝 健康状况投保 我不想太过于 干涉丽莎的自由 如果因为怕风险 怕生病 就让她 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 那她的童年 得失去多少乐趣啊 还不如多花点时间 陪在她身边 帮她把控好公寸 她只要负责快乐 其他就交给我吧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